適者生存,颱风篇 颱风知识,华尼浙 在天气预测里面,干雨是最难预测的 我们知道有什么因素会有利降雨 但雨何时落,在哪里落 是不会准确预测到的 黄雨都会水浸的 降雨量和这些因素都是引致水浸的原因 那水浸有多危险? 只要水深过失,水流就可以将你推倒的了 在香港东面登陆已不略过的颱风 因为风力被山阻挡 所以没有西面登陆已南略过的颱风那么强劲 黑色暴雨当时不同打风 不可以立即回家 因为暴雨通常维持的时间短些 外面的路面湿滑又有水浸 倒是留在原来的地方安全些 打风和暴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即去行山 因为山上的水流还是很急 地面还积满了雨水和泥零 这些山子你们又知不知道为什么? 想知更多,即上网站 choostosurvive.org.hk 由香港赛马会灾难防护应变教研中心为你呈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